大家好,我杨风。 今天4月10号,中美半导体战争,或者说芯片战争,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了。 现在,是到了检验的时候。 同时,中美芯片竞争,应该是进入了2.0版。 现在的情况是,中国在埋头苦干,努力发展,尤其是在半导体的制造工艺上,包括了半导体设备。 而美国这边,是想要努力扩大战果。 拜登政府,除了保持之前,特朗普时期,对华为的芯片禁运之外,并且制裁中国一百多家的企业和实体机构之外,这些都是在美国实体清单上的名单。 美国又计划,要拉着日本,韩国,台湾,想要搞一个,没有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。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,第一, 第一,中美半导体之争,往后会怎么走? 第二,中国又如何反制美国? 第三,中美两国在半导体产业链上,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? 中国有什么办法来翻转这个局势? 我们先说一说美国的策略。 美国第一步,是对中国技术封锁。 美国多次对华为芯片禁运,就是这个策略的最好的体现。 其次就是运用实体清单,对其他的中国企业,其他的中国实体,进行封锁。 美国的第二步,这是中美半导体战争的2.0版。 美国要拉拢日韩台湾,打造一个新的半导体供应链。 表面上的目的,有两个。 第一,要确保自己在半导体芯片上的稳固来源。 也就是,美国不想要看到,在半导体的需求上,出现了断链的情形。 因为这会影响到美国的其他产业,包括了汽车产业,电子,还有电脑等相关的产业。 美国卡住中国的半导体产业,却不容许自己被别人卡住脖子。 所以,美国一定要牢牢地紧握住,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。 恰好,日本和韩国,都是美国的盟国,而台湾也是紧跟着美国。 美国把日韩台湾拉到了一起,再加上荷兰的光刻机,就能够牢牢地把半导体供应链掌握在手里。 这是美国的盘算。 第二个目的,排除中国,将中国排除在外,不让中国来参与。 其实,美国还有第三个目的,这是前两个目的的引申。 美国想要在必要的时候,阻止日本,韩国,和中国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合作。 当然,也包括了台湾。 这是美国一贯的手法。 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,甲同学和乙同学的问题上来了。 甲同学想要封锁乙同学,不但是自己封锁,还有其他所有的同学,都不能够跟乙同学合作。 美国怎么操作呢? 过去,美国也多次和一些盟国在军事技术上合作。 但是最终,美国不但掌控了技术,同时也让对方从此就依赖美国,听从美国。 怎么听从美国呢? 由于双方合作的项目,还有美国的技术,有美国的技术在那里。 所以,对这些技术的使用,出口等等,都要听从美国的。 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。 很多人不知道,美国在这个方式上的应用,非常纯熟。 以为说,美国的技术那么好,和美国技术合作是件好事。 但是到最后,这些和美国技术合作的国家,都要依赖美国,最后也得要听从美国的话。 等于是,被绑在了美国的船上。 可能有人会说,如果技术是自己的,就不怕美国在将来,限制这项技术或产品的使用。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,在双方的合作,针对一个新项目的时候,新系统的时候,就算是对方是带枪投靠,对方有自己的技术。 但是,彼此在讨论的时候,有关技术的规格,输出和输入的界面等等,难道就没有美国的技术,没有美国的意见在里头吗? 除非是,双方在合作的时候,把这些都讲清楚,记载在合约里头。 只不过呢,美国又很聪明。 因为双方合作的技术,美国的市场,会是主要的销售市场。 所以,在双方谈判合约的时候,美国一定是强势的一方,很难跟美国争取利益的。 根据过去的经验,美国是同时在技术上,以及在市场上,都是强势的一方。 所以,最终的合约,都是以美国的意见为主。 那么,现在,要来谈谈中国的做法。 中国的做法,一样,埋头苦看。 既然被美国限制了,就只好自己开发。 对中国来说,市场摆在那里。 中国芯片市场,比美国的还要大。 只要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在那里,市场就在,跑不了。 那么,剩下的,就是时间的早晚而已。 美国看不出这个道理来吗? 当然也看得出。 所以,现在,美国能够卡住中国脖子多久,就卡多久。 除此之外,美国是想要釜底抽薪,延长卡中国脖子的时间。 美国想要拉着日韩,台湾,搞一个新的半导体供应链,目的就是在这里。 但是,美国面临着一个问题。 在美国所有的计算中,就是忽略了这一项。 中国的市场。 然后,不论是美国,韩国,或者是日本,都摆脱不了中国的市场。 2020年,中国进口芯片,3800亿美元。 这个数字,又升高了。 除非是中国的经济衰退。 否则的话,中国所需求的芯片,只会年年增加。 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封锁,然后又想要禁止中国,以市场来换技术。 2018年3月,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以来,美国就一直强调,中国不能够运用国内的市场,来换取技术。 杨风当时就说,北京不可能会答应美国的,也不应该答应。 理由是,中国可以不以官方的理由,或者是由官方来出面,要求国外的厂商。 与中国技术合作,才会开放市场。 毕竟,中国一直都在开放市场,往这个方向走。 但是,民间的技术合作,中国不可能放弃的。 不能因为美国说了,就照美国所说的去做。 现在,中国愿意开放美国的科技厂商,来中国设厂。 而且,是欢迎他们来,特斯拉不就来了吗? 现在,反而是,美国不愿意他们来。 因为美国担心,到中国设厂之后,技术会被中国给血走。 第二,中国既然有市场,那么就用市场来反击。 4月1号,德国商报的报道,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,美国应用材料公司,Apply Materials,宣布, 因为一直没有获得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,已经终止了对日本日立集团旗下的国际电器公司的收购。 应用材料,为了收购这家公司,从两年前,2019年,就开始布局了。 期间,收购的价格还提高了。 因为之前的全球半导体危机,让许多半导体公司的价格,股价上涨了。 结果,中国的监管机构,就是没有给出答案,一直没有同意。 一年多过去了,也过了收购的截止日期。 上个月3月19号,是最后的截止日期。 应用材料只好停止了收购,还得要赔钱。 应用材料这一桩的收购案,为什么非得要中国的批准呢? 因为跨国企业的收购,需要得到收购方,所经营的国家的同意,除非是放弃该国的市场。 而中国的销售市场,占了应用材料总营收的34%,中国是应用材料第一大市场。 所以,中国说了算。 中国会同意应用材料的收购吗? 应该要同意吗?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,都是否定的。 中国不会同意应用材料的收购,也不应该同意。 有一些外国媒体认为,中国这是在报复美国,跟美国导弹。 其实,不是的。 就从反垄断的角度来看,中国也应该否决这个收购案。 这是保护中国的半导体企业,而且是合理的保护。 另外,还有一桩收购案。 美国半导体巨部英伟达Navidia这家公司,去年的时候,就提出了,要以400亿美元,来收购英国的芯片设计商Arm。 中国会同意吗?应该要同意吗? 一样的答案,都是否定的。 中国不会同意,也不应该同意。 在过去,中国对这种国际并购案,都很谨慎。 但是,也通常不愿意表达态度。 一些国际的收购案,被否决,或者是添加了一些附带条件的时候,通常都是欧盟方面。 所谓的添加条件,好比说,可以同意收购,但是收购方,必须要卖掉手中的一些部门,或者是一些业务。 这也是为了防止垄断。 但是,中国一直都很客气,通常不愿意表示意见。 现在,是中国表示意见的时候。 这两年,中国一直被美国科技封锁。 但是,美国的封锁,不是以市场为手段。 美国用的是国家安全为理由,这是违反了国际贸易的规则。 美国甚至于,还阻止其他国家,对中国科技产品的出口。 荷兰,ASMO这家公司的极止外观科技,就被美国阻止,卖给中国的中芯国际。 所以,中国不应该像过去那样,都不吭声,是时候保护自己的权益了。 再回到中国的做法。 北京应该要继续运用市场的力量,也邀请其他的国家,和中国合作。 虽然说,现在会面临困难。 主要的原因是,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,掌握着一些关键技术。 一些国家,害怕美国的报复,所以未必敢和中国合作。 不过,总是有一些突破口的。 比如说,半导体化学材料方面,中国可以和日本,和韩国合作。 尤其是韩国方面。 韩国自从在2019年7月,被日本限制了半导体化学材料的出口之后, 韩国也在自力更生,来开发自己的化学材料技术。 这方面,中韩可以合作。 毕竟,中国有市场。 当然了,中国还是会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半导体技术。 这是最基本的方向。 中美两国,在半导体的产业链上,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? 美国占有技术优势。 这是无可否认的。 全球半导体产业链,半导体设备,芯片设计软件,晶圆制造,封装测试等等。 目前,中国的占比比较低。 而美国的占比,是相对高很多。 对中国来说,这是很不利的局面。 不过,中国的优势是市场。 中国占据了全球半导体消费市场六成的份额。 当然,其中也有不少的部分,是从国外进口之后,然后组装再出口的。 比如说在iPhone,还有个人电脑的产品方面。 但是,中国的确是半导体最大的消费市场。 短期上,虽然会吃亏,被美国卡住脖子。 但是,时间久了,中国会慢慢地翻转局势。 刚刚说,就算是美国,也无法放弃中国的市场。 只要中国的市场在,美国想要长期封锁中国的半导体技术,是办不到的。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,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技术,那么广泛,这是由许多国家分工合作而成的。 就连美国都无法拥有所有的技术,中国又怎么办得到呢?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,在过去的视频,也有网友表达类似的看法。 就算是,经过较长的时间,中国也无法把所有的技术都开发出来。 但是,重点不是在于,中国是否能够百分之百地,把所有的半导体相关的技术都开发出来。 而是,只要中国拥有了相对多数的技术,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跟上来,就会跟你合作。 比如说,原本中国规划在2025年的时候,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技术,能够达到70%的自治率。 2019年的时候,中国半导体自治率,才大约15.7%。 这个目标,在目前看来,难度非常高。 但是,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。 只要中国的半导体技术,持续往上提升。 其他国家就越有可能,会和你合作。 主要的癥结,还是在非美技术上。 所以,中国的首要目标是,开发出美国所拥有的技术。 其他的部分,可以和相关国家合作。 这才是重点。 因此,中国不需要百分之百的,把所有的技术都开发出来,都拥有了。 才能和美国一较长短。 开发出非美技术,这是第一步。 其次,才是其他的相关技术。 我们做一个总结。 由于中国的觉醒。 今后,全球半导体市场,很难会有大型的收购案出现。 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的封锁。 中国不会同意这些大型的并购案。 让这些并购案,产生一个在半导体技术上的巨无霸,来卡住自己的脖子。 过去,中国不吭声。 那是因为中国低调,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。 另外一方面,也是因为中国相信所谓的技术无国界。 但是,现在不一样。 中国被美国技术封锁之后,觉醒了。 中国会和欧盟一样,会保护自己的权益。 这是第一点。 但是,仅仅有市场,还不够。 必须要有具体的做法,否则的话,会事倍功半。 但是,北京应该趁着现在,全球芯片紧缺的时候,各国都想要在芯片上,能够做到独立自主。 如果做不到独立自主,也会想尽办法,来减少对外部的依赖。 所以,北京应该,在一边提高芯片的自制率的同时,也一边寻求合作。 不管是日本,韩国,或者是欧盟国家,都是可以合作的对象。 中国开发和其他国家,在半导体技术上的合作。 尤其是欧盟国家。 中国要以庞大的市场力量,邀请其他国家,一起开发非美技术的半导体产业。 这是第二点。 所以,中美芯片战,可以说是进入了2.0版。 美国在打造新的半导体供应链。 而中国,除了自己开发技术之外,也应该寻求外部的合作。 这样,可以提速,来和美国竞争。 最后,杨凤要说,技术开发出来,是要干嘛的。 技术开发出来,就是要卖的。 是要在市场上换取利润的。 没有市场,技术就是摆在家里而已。 市场,才是最终的目标。 只要中国的市场,不被美国打败。 中国的半导体技术,就会赶上来。 有网友留言说,谈一谈有关,日本要排放核污染废水到海里的问题。 有关这方面,其实杨凤去年有一起的视频,就是专门谈论这个问题的。 大家可以来参考,我们也会把链接给贴出来。 昨天的视频,美国要制定对华全面法案,请举国之力来对付中国。 这个视频,得到了许多的反响。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留言,其中有关美国华人,还有亚裔,在美国遭受到攻击和歧视的情形。 不过,也有些网友觉得,不需要去谈论这一部分,觉得占据了一些篇幅。 杨凤是觉得,我们可以把胸怀放得更宽阔一些。 我们要同时关怀全球的华人,除了是在中国的,台湾的,还有香港的华人之外。 在美国的,加拿大的,东南亚的,或者是欧洲,中南美洲,非洲,中东地区的华人,我们也都应该关怀。 不要忘了,明天的一周大推测节目。 我们会把一些没有机会,在这个星期,谈论的时事问题,在一周大推测中,来谈。 请继续收看风云切下杨枫视频。 提醒您,我们的节目是有字幕的,简体字和繁体字都有。 我们是有YouTube的字幕。 只要您按下视频右下方的CC键,就会出现字幕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继续www.n Road